娱乐圈中有这么一句话 姜文不文 姜武不武 从名字中也能看出这是一对亲兄弟 和圈中所有的兄弟档一样 姜文和姜武两兄弟之间的名气 存在着悬殊 提起姜文都知道他是影帝 是极优秀的导演 演员 但提起姜武 很多人甚至都说不出他的代表作 顶着哥哥光环出道的姜武 一路走来争议颇多 成绩上虽不如姜文 但却绝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 一路靠着哥哥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演员姜武 姜武 尝尝吧 鱼肉不错 我幸福 吃素 这个习惯可不好啊 羊也吃素 姜武 1969年出生于河北 后随家人北京定居 有一个哥哥姜文 一个妹妹姜欢 姜文和姜武虽是一奶同胞 但性格差异大 姜文霸气外向 姜武憨厚内敛 甚至四岁时才开始说话 一度被家人以为是个哑巴 内敛的人想法通常会多一些 姜武也不例外 小学时他羡慕火车司机 一心想长大以后开火车 中学时他喜欢上了唱歌 理想又变成了一名歌唱家 没过多久他又喜欢上了美术 后来因为哥哥姜文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姜武没事就跑去看姜文上课 时间一长 潜移默化地对表演产生了喜爱 虽然喜欢表演 但姜武没敢想自己能当演员 因为性格有些害羞的缘故 每每见到生人他都会脸红 所以高考时姜武避开了表演 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 结果没被录取 学校还寄给他一封信 内容是其实你还不错 希望下次再来考 姜武对这封信十分恼火 他觉得这是什么话 觉得我好 你还不要我 还让我再考 后来姜武又连续考了两次中央戏剧学院 都以失败告终 在第三年时 姜武将目标转移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上 这一次终于被成功录取 成了一名表演系的学生 哥哥姜文则承担他上学时的一切费用 姜武在北京电影学院苦读时 姜文已经凭借末代皇后 红高粱等作品享誉国内外 影帝弟弟 这个头衔让那时的姜武生辉不少 戏里有什么活动 老师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这个姜文的弟弟 哥哥也成了他炫耀的资本 有同学想拿姜文的签名时 姜武都会一一满足要求 老师们想让姜文来学校参加活动 姜武也会想方设法 把哥哥拉过来 很多人看在姜文的面子上 也会找姜武拍戏 当二时 姜武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哥老爷子》 虽然也有戏拍 但姜武的资源和哥哥姜文比起来 还是相差甚远 哥哥姜文演的都是男一号 面前总有一大落剧本等他挑选 而到了姜武这里 都是一些小角色 而且很长时间才能接到一部 姜文资源多 就决定拉弟弟一把 给他推了一部戏 剧中姜武的表演不错 但当媒体记者来剧组采访时 问姜武把角色演得这么好 是不是得到了哥哥姜文的真传 记者的话让姜武无言以对 说是也不是 不是也不是 只能默不作答 戏杀听后 姜武找到姜文说 哥 以后你别给我推荐戏了 姜文知道弟弟的自尊心很强 答应了 可随着姜文名气越来越大 姜武想躲也躲不开 有一次姜武在一段节目中当嘉宾 主持人问了很多有关姜文的问题 就是不问姜武本人的事 姜武全部回答完后 一声长叹 说真想改名字 哥哥优秀的让我没有一点存在感 姜文得知这件事后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把姜武约出来 严肃地说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称你为姜文的弟弟 就应该拿出超出哥哥的作品 姜文的这番话在姜武的心里激起了涟漪 他决定另辟蹊径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此时 恰逢电视剧一场风华雪月的事的导演赵宝刚 在挑选角色 他主动请应 要饰演薛宇一卷 导演同意了 但对他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为了符合剧中人物 他必须要瘦掉20公斤 为了减肥 姜武每天坚持吃减肥餐 并且疯狂健身 一个月下来 愣是成功减掉18公斤 甚至因为急速减肥 导致他有些脱水 拍戏时几次差点晕倒 而该剧播出后 姜武可圈可点的演技 让他收获了一致好评 他在剧中的表现 也让他吸引了当时正在筹牌电影 洗澡的导演张扬 张扬想找他出演影片中傻儿子一卷 姜武看完剧本后 二话不说就接眼了 为了将决策塑造的鼻针 姜武自己设计造型 将头发剪成呆萌的锅盖头 他还专门跑去福利院 观察智力残障人士的神态和言行 为自己设计了许多经典动作 姜武的这番努力没白折腾 电影洗澡供应后 姜武凭二名一卷 拿下了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并因此打开名气 同剧组的蒲存心 朱旭 何冰等主创人员 纷纷给姜武送上祝贺 姜文更是激动不已 称赞弟弟姜的傻子 演绝了 彼时的姜武终于有了挑选剧本的权利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他分别主演了《空镜子》 《别乐温哥华》等一系列热播剧 跨入了实力男性的行列 姜文这么多年出演的角色类型 大多都是硬汉 但姜武不同 不管是小姨多贺里忠厚的张简 还是天注定中坚持的胡大海 姜武总能在多个跨度大的角色中 带给观众惊喜 成熟的演技加上细腻的表演方式 让姜武在诸多作品中 呈现出了个人色彩 拿捏准确 诠释到位的演绎 总能让他在其他演员中脱颖而出 演得了配角 当得起主角 说的就是姜武这种人 如今的姜武资源越来越好 还为上映的八百三叉集 都被认证为他的右翼实力作品 在演戏上面多种多样的姜武 私下却含羞内敛 对待感情更是从一而终 戏外的姜武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老婆是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宋妍 两人从16岁就开始谈恋爱 一直谈到姜武大学毕业 两人就结婚了 妻子宋妍陪伴姜武走过的所有坎坷和迷茫 他努力做好姜武的后盾 结婚做了妈妈后 更是辞去高薪的外企工作 回归家庭 有人曾问姜武 从16岁到现在 30多年只爱一个女人 会不会觉得遗憾和乏味 姜武则用一句 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 和她生活一辈子 也不会厌烦来对答 和哥哥姜文的年轻时的多情相比 姜武完美诠释出了 什么叫做从一二终 当初那个顶着姜文弟弟光环出道的她 已经从青色蜕变为成熟 或许她的确无法达到姜文的成就 可她勇于挑战 不惧流言 用出色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诠释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这已经足够